重罚广东南南登凡日 巴尔被静下惊人一幕丧失底线 CBA或严惩不殆 大家好,我是三峰说求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CBA 北京时间10月30日 CBA联赛继续捉队自杀 魏缅冠冠军广东红远队迎战强敌浙江南南 在前大家都预测浙江是一场恶战胜负难料 比赛结果是魏缅冠冠军广东队输了 被浙江队止住了连胜的脚步 而且广东队不仅输了 还是一场坦败 广东队最终以101比124的大比分 没有悬念的输掉了这场比赛 魏缅冠军的脸面多多少少有点挂不住 比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说这场比赛是一场恶战 却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看一看胡明轩血洒赛场 赵队六次范威被驱离赛场 这些足以说明 两队球员在场上对抗 是多么的激烈 可以说堪称用惨烈来形容 一般来说 篮球比赛中的对抗也是正常的 但是难免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发生 这场比赛开局 魏缅冠军广东队打得不是很顺 队员的状态也非常的一般 投篮的手感除了阿联都比较差 情急之中 手上多余的动作就开始多了起来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大概在四分钟左右的时候 相当恶劣的一幕出现了 浙江南篮组织进攻 先是王一博持球进攻 遭到徐杰和曾凡日的包夹防守 没办法摆脱防守的王一博 这个时候选择把球调给了内线的于家豪 身高必长的于家豪调整一下 直接准备上篮 可是没中 于家豪没有半点犹豫 立刻高高跃起抢下这个前场篮板球 这个时候广东队的防守球员曾凡日也过来进行拼抢 身高仅仅只有2米06的曾凡日在2米21的于家豪面前实在是 事丹力薄 面对面的身体对抗 曾凡日是占不到一点优势 只见曾凡日直接夹住于家豪的左臂 另一只手伸向篮球 球掉了以后 曾凡日也没有放开于家豪的意思 从慢镜头回放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曾凡日不仅仅有夹背的动作 他在和于家豪拼抢过程中 还有一个挥拳的动作 最可气的是 最后他竟然将于家豪爆摔在地 曾凡日好像在这个时候还是有点不解气 他狠狠的瞪着倒地的于家豪 没有一点点的愧意 更是没有主动去扶一下倒地的于家豪 还是浙江队的王仔路过来 想要拉起于家豪 可是想要拉起130公斤的于家豪不容易 他自己脚下不稳和于家豪又一次摔倒了 这个范围动作很明显 裁判当机立断给了曾凡日一个普通范围 可是通过视频回放 可以清晰的看到 曾凡日的范围动作其实并不普通 这分明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故意性和伤害性 不仅是夹臂爆摔 左手还打到了于家豪的脸上 而且在于家豪摔倒之后 他还很嚣张地对于家豪怒目而视 这明明就是一个委体犯规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谈判 看过视频回放以后 依然坚持了曾凡日只是普通犯规的判法 这就有点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曾凡日的这种行为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前两天的范子明和王潇辉 也都曾经用过类似的这种恶劣犯规 还有前两天的贺心赢更是遭到了联盟的竞赛 如果不惩治的话 那么这种手段还会高频次的发生 蓝胁不应该纵容 联盟应该严惩才行 不能让这种歪风邪气在CBA联赛流行开来 要是这种动作都变得普通了 不敢想象 CBA联赛会走向何方 为了CBA联赛的大环境的清朗 也为了保护更多的球员 曾凡日很有可能会在赛后面临追加处罚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参丰的给参丰点一个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 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